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记住 留言 赞 分享 和订阅 记住 把这条频道传给更多听众 大家好 欢迎来到这一节的漫迷早晨节目 昨天在新闻台跟大家报道了一宗关于卡运尼传会的消息 消息来源是一份报章 叫Oli 南美报酬 很多朋友都留言 也感谢一位朋友的报料 跟大家说 不用怕 有一份南美大报 T.Y.C.Sports 说了 卡运尼应该不会离开的 但也跟曼联正在做约 首先 Oli 的报道 如果大家有兴趣看的话 就去到新闻台 我在这里也会放一条链 在I字上可以看得到 详细我就不再跟大家说了 大家去看看 但这位朋友说了之后 我安心点 也很感谢这位朋友 分享了这个连续给我 让我可以去看看他看到什么资料 就是一个万联相关的网页 叫United Focus 他引述了United In Focus 的网站 引述了 T.Y.C.Sports 的报道 但United In Focus 的网站 就做得不够完美了 因为他没有放到连续 我就找不到相关报道 唯有相信他 然后过了一晚之后 这件事就更加复杂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我不会复述Oli的报道 大家去看看 但有两个人物大家要知道 第一个人物就是利吉美 利吉美就是现在小宝加的副会长 跟Carwin尼真的有讨论 这位Carwin尼真的有讨论 这位Carwin尼真的有讨论 真的跟他讨论 第二个人叫Walter 忘记了他的姓 Walter就是Carwin尼的经理人 他也是同母异父的兄弟 根据理论上来说 就是他接受Oli的报纸 记住Oli不是我们的领队 是Oli的一份南美的报纸 昨晚发生什么事呢 我看Manchester Evening News 就看到这次糟糕了 这次不是他的同母异父兄弟出来说话 是Carwin尼的父亲出来说话 大家要跟我一起看看画面 Manchester Evening News做得很好 他有给我们的消息来源 消息来源就是一个Twitter的币 叫SuperFootball 因为都是那些西班牙文 我不懂 今天很多东西都是靠Google大臣 他就看SuperFootball的图表 You can see us from Monday to Friday at 12 noon for TYC Sports 即是说他应该真的是 一个TYC Sport相关的Twitter币 也看到他这里 就真的访问了一个人 有几件事想大家帮忙 第一 我认识西班牙文 或者在南美生活 希望大家可以和大家看看 究竟这些西班牙文是什么意思 可不可以和大家说一声 究竟这个SuperFootball 是否真的帮TYC Sport有个联系 以及TYC Sport 是否在南美或阿根廷 是一份信得过的报纸 因为这个也很重要 第二 究竟有没有人知道 现在画面看到这位朋友 是不是真的Carwin尼的父亲呢 背景的Carwin尼大家认识 这个是不是真的他的父亲呢 因为如果这个真的是他的父亲的话 他在这里一直有很多 都是他说的东西 西班牙文我不懂 当然要委托Google大臣 我做了Google Translate之后 就得到以下的资讯 大家可以听一听 所以我想希望大家帮忙 告诉我 究竟这个不是真的Carwin尼的父亲 真的很重要 如果真的是他的父亲说话 我想我们不能够太过当他假 有分约的程度是真的 好 看看他引述 或者在这个访问里面 他的父亲说了 他说 我儿子 就不太过感觉 舒服在英格兰 也很想 接近一些家人 再次接近一些家人 他家人的意思就是说他 不是他自己的子女 他的子女就在英国 很明显他的父亲 或者他的兄弟姐妹 可能就未必是英国 接着他说 Edison 即Carwin尼 将会回南美踢球 这句是没有意思的 因为他回去退休 再踢球 一点也不奇怪 但是说了几时 接着他说 我希望Edison 是在一个球队里面 是去争取一些重要的东西 即是要争取一些重要的东西 他想在Carwin尼的球队 即是他踢球队 他也说Carwin尼和力基未 即是我刚才说过 小保加的副会长 有很多次说 他也很想帮小保加踢球 他说如果他回南美 他就一定会去回小保加 这个一直都是他父亲说的 他就说 重点来了 他说到今年的年中 他就会回南美 这个想法就是 我儿子 就不会继续在曼联继续 他很想回家 即是回南美 这个是Carwin尼的父亲亲口说的 如果我刚才的访问 我给大家看那个是真实的 因为我暂时相信他 这件事 我觉得下一句可能 不知道是真还是假 不知道是否真的重要 就是说 他说Carwin尼很不开心 因为他被罚停赛 那个原因就是他跟朋友 在Twitter说了一句 记不记得Carwin尼为何被罚停赛 就是英超赛会说 他种族歧史 但其实他跟朋友说一些很亲戚的说话 那个字 就是一个可以说 英超就觉得 或者英国足种就觉得 是一个种族歧史的字 但是那个用法 在南美来说 就不是 这件事我不多说了 因为 我们那时候已经做了几节的节目 去研究这件事 大家希望都记得 不记得找回片子 去找回片子 所以 不知道是真还是假 如果他爸爸真的说 真话 最重要是他爸爸 最重要是 这件事原来对于Carwin尼来说 是很不开心 这样就突然被人停赛 被人罚 那他说 Carwin尼和列基美的聊天 都是一些足球的 球迷上高的聊天 很有趣的 但是我想他这个翻译上 有点错误 应该是足球的聊天 为什么 最后那两句 就是什么 我就想象到 Carwin尼和泰维斯 都是我们的舊部 一起在布什布加踢球 就挺正的 他就说 我们都知道 Carwin尼是一个很大的小保家的球迷 我也都 整天都希望我个儿子可以开心 以上就是 我在这个访问中 用了Google Translate 得到的资讯 老实说 所以真的要再次希望 一些住在南美 或者 识西班牙文 有看这个台 的朋友 是不是真的可以帮帮忙 如果你真的 识西班牙文 或者是在南美住 比较清楚的情况 第一 你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究竟 你们的理解 TYC Sports 这个媒体 是不是信得过 第二 有没有人 先给一张图 第二 有没有人真的 见过 或者起码在访问里面 或者在 一些任何的媒体 见过Carwin尼的爸爸 是不是这个人 这个很重要 如果你们认识西班牙文 希望你可以PM我 或者在IG DM我 我给这个SuperFootball 其实大家自己找到了 这个SuperFootball 这个Twitter帳户 我很想你们去看看 究竟 我用Google Translate 有没有 是Loss in Translation 就是有没有 在翻译的时候 做了一些错误 因为我都信不完Google 为什么呢 为什么这件事这么严重 这么认真呢 因为我自己 当然很希望 Carwin尼 起码可以在这里 踢到一届 有些朋友 昨天都说 喂 大了一年了 可能又差 就算现在他适应 应该适应得多好 下一年可能也没那么好 但是不要紧 他在这里 只是他的态度 而且他可以 令到我们 九十十一 或者Arma 那几个 年轻的前线球员 看到 一个好的球员 应该是这样的态度 就是这一件事 都值得多年了 我觉得 他当然帮我们表现到 踢得好 更加是一个 bonus 不过没办法 如果他真的觉得 那次这样 无端端被罚 觉得很不值 还有可能 有个可能性 那些队友 好像都很不值 这个 这个 不知真是假的 没有任何实力 证据 虽然可能是 不知道 的话要走 我也尊重他的 但是我 作为一个万联球迷 我当然希望 留下 不知道大家是否也是这样 我看到昨天的留言 都是偏向多 想留下 看看 在大巴台这边 因为大巴台有多些人看 大家会不会有些 类似的看法 或者不同的看法 希望大家留言 如果真的可以帮到手 记得联络我 我给你一些链子 或者跟你一起聊 如果我再有更多的资讯 都会和大家跟进 多谢各位收看 拜拜